另外在汐止水源路二段靠近白云里活动中心前 沿途也都是划了汽车停车阁 只是附近居住的人口也不少就有民众反应了 机车是反而找不到位置停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医院驾临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定增加机车停车阁 就是这一段的水源路只见沿线都是汽车停车位 不过却没有机车阁 住在附近的民众就说机车真的是找不到位置停很不方便 因为我们这些居民只有五个小摩托车的车位太急 我看到有些小姐太太都迁不出来 五部车停了七部 结果他们都迁不出来 我看就很麻烦 所以我就请我们旅长能够将这个地方稍微给我们居民来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一眼望去传统公寓居住的人也不少 只是机车阁少得可怜造成民众的困扰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 医院驾临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好多的里民也来关心 他们都希望增加机车停车阁 在水泳澳段这个感觉到这里 因为摩托车没有停车位 那全部都化汽车停车阁 那这边里民停车不方便 那跟周亚林服务处反应 那现在我们那个林主任会从交通局来这边 会当场勘察 同意说把它改为机车停车阁 住家蛮多的 然后都是刚开始都是化汽车阁 那机车都没有地方停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交通局来实地来勘察 我们把三格取消掉 那三格的汽车阁化为机车阁 来给我们这附近的里民来停 因为水泳路二段的路也不宽 所以会看结论 将这三格的汽车停车位取消 改为机车停车阁 解决问题 藉程慧玲细致采访报导